今天凌晨2点11分 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2号柄运载火箭 成功将摇杆30号08组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5 4 3 2 1 点火 此次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摇杆30号08组卫星 采用多星组网模式 主要用于开展电磁环境探测 及相关技术实验 此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 天启星座12星 天启星座12星 是天启物联网星座的组成部分 主要用于提供数据采集传输服务 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 第369次飞行 第369次飞行